这是三国命最硬的武将 先前和张飞单挑三次都安然无恙 这次周苍在探路时 又遇到了神秘高手 那人也不答应 挥枪变刺 凶猛的厉害 眼看小弟负伤 张飞和关羽立刻出发 要为周苍找回场子 结果等二人来到山寨门前 只见一员白袍小将策马而出 关羽定睛一看 来人居然是好兄弟赵四 原来自从徐州兵败后 赵云和刘备失散 独自回到幽州 招募了公孙在以前的三千兵马 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一直苦苦寻找刘备的下落 没想到偶然和周苍打了一架 却巧遇了关羽和张飞 兄弟三人久别重逢 高兴不已 随后赵云告诉关羽张飞 这座山寨教官定庄 寨主关定性情豪爽 赵云带着三千兵马在这里赞主 关定管吃管喝还不收房租 绝对是中国好房东 于是赵云热情邀请二人进寨喝酒 关羽张飞欣然答应 只剩可怜的周苍 知道自己这顿打又白矮了 众人久过三巡之后 关定突然喊出自己的儿子关羽 想让关羽跟随关羽建功立业 赵云见关羽英武过人 直接提议让关羽收为义子 关羽内心也很欣赏关羽的性格 于是便答应下来 至此关羽手下又添一元大将 正在此时 弥方突然前来 原来刘备已经抵达古城 众人一听忙向关老太爷辞行 随后原路返回古城 在古城桃园之中 桃园三坑终于重逢 兄弟三人跪在地上抱头痛哭 此时赵云尴尬站在旁边 他知道三坑会合 必定有人被坑 而这次被坑的人正是袁绍 刘备抱着兄弟哭了半天后 才想起还有赵死 急忙让张飞白酒设宴 在酒席上刘备感慨万分 十年前他们三兄弟桃园结议 如今十年后又是这片桃园 只不过三兄弟变成了四派 只缺一个法师就可以开团了 可他们的军师又在哪里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淘堂